国道上惊声尖叫 紧急刹车 原来是内线车道有特斯拉电动车故障动弹不得 后方车辆差点撞上 一张张车辆事故的照片都是特斯拉车主的惨痛经验 自救会跟消气会和开机者会控诉 2019年出厂的Model S和X特定版本大电池出包 停车启动或充电完毕电池故障不能开 还是小case 最怕的是行进间突然失去动力 而自救会统计 300多名车主有122人遇过电池故障 其中有16个人遇过行进间失去动力 半数还是在高速公路上 车子修好了 很多车子开起来也是胆战心惊 因为有人不只修过一次 车主控诉 业者只换整新品 品质不稳定 甚至一连修了三次 修一次还得等上几个月 第一次维修 从4月份等到6月份维修好了 完成了 大概使用又过了两个礼拜 又坏了 但是重点是他每一次都跟我讲说 他给我们的电池是新的 消气会呼吁交通部和消保单位要立案调查 特斯拉也应该主动召回检修 对此业者表示有持续跟消费者沟通 电池在保固内会修到好 也强调整新品电池都经过检测 确认安全才会出厂 而维修时间已经缩短到二到三周 但目前没有召回计划